保姆女儿靠刷我亲属卡成了同学们眼中人美心善的千金笑花 所以在我因高考作弊被取消成绩的时候 全校师生无一人相信那张写满公式的纸 是他塞进我兜里的 爸爸为了替我查明真相四处求人 又被他举报行贿 公司股价暴跌破产 我流落街头被追债的刮烂了脸 凌辱至死 而他却因为品德高尚 不畏强权成为优秀学生的标杆 被一所还不错的大学破格录取 踩着我全家的尸骨 走上人生巅峰 再睁眼 我回到了高三那年 保姆女儿看着食堂里吃不起肉的穷学生们 抹了一把眼泪 小手一挥 今天食堂所有消费由我买单 大家都吃点好的吧 看着同学们一窝蜂涌向打菜的窗口 我赶紧结绑了亲属卡 这冤众谁爱当谁当 姑奶奶不干了 林大小姐又请客了 同学们快冲啊 晚了鸡团可就没有了 谢谢林大笑话 能跟你做同学真是太幸福了 我在一阵嘈杂中醒来 睁开眼发现 身旁的林浅浅就像女神一般 泰然自若地站在学校食堂的窗口旁边 接受着排队打饭的同学们 发自肺腑的恭维与感谢 愣神之际 她皱着眉头推了我一把 脸上闪过一丝急恨 沈初怡 你还处在这儿干嘛 赶紧去吃饭啊 一会儿你不是还有知识点要问我吗 真是蠢死了 什么都学不会 害我每天都没办法午休 我被她推了一个亮腔 惊觉自己重生了 上一世的我 只当自己不够努力 所以才让林浅浅恨铁不成钢 直到死过一次才明白 其实是因为我站在她身边 衬的她那张脸 普通又平反罢了 一声声笑话 倒像是个笑话 显然 这时的林浅浅 已经在一声声情真意切的夸赞中 忘记了自己只是我家保姆的女儿 也根本没有意识到 我每月给她的补习费 足够我请一百个顶尖的家教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问她两个问题 还要被她数咯 想起上一世的惨死 我结绑了给她的亲属卡 林浅浅 这一次 就好好享受你应有的人生吧 高一开学那天 林浅浅跪在我家别墅大门口 哭求保姆王沈 别让她辍学打工 给她割赚老婆本 看她可怜 我当即便给了她一张亲属卡 承诺她高中的费用 借由我来付 因为从小一直生活在国外 国内的课程 对我来说特别吃力 而林浅浅 恰恰是稳居第一的学霸 她主动找到我 跟我说她可以帮助我学习 就当作是报答我对她的资助 但是求我别告诉同学们 她妈是保姆的事情 我欣然答应 当我发现林浅浅讲的东西 我根本听不懂的时候 曾动过要找家教的念头 可每次她都会责怪我 基础太差 不管找谁来讲课都一样 还哭哭啼啼地质问 我是不是后悔资助她了 不论我怎么解释都没用 非得我答应不找家教 她才会露出校言 现在想来 她哪里是讲不明白 只是故意不想让我听懂罢了 上一世 因为没有家教 加上林浅浅 故意在学习路上阻挠我的缘故 我足足花了两年时间 才看看跟上班里 大多数同学的学习进度 而在这期间 林浅浅一直刷着我的卡 去资助贫困生 跟善财童子没什么区别 因为太过大方 她在学校里人见人爱 尽管长相普通 却也被同学们称作千金笑花 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直到有一个月 十万的额度 被她刷得一干二净 林浅浅红着眼来找我 说我给她的钱不够 我很惊讶 她哭着说 自己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 保证她没有乱花钱 而是因为自己出身贫寒 所以见不得同学们受苦 我虽然不理解 但还是将额度 给她提到了二十万 如果真如她所说 这钱可以让同学们填饱肚子 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高三那年 我的成绩出现了值得飞跃 本以为可以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 却在高考当天 被她在包里塞进了一张写满公式的纸 那是被她从我的笔记本里撕下来的 我万万没有想到 三年时光 自己养出来这样一个白眼狼 她毁了我的未来 而全校同学都因为她平日的善举 成为了她的证人 爸爸为了帮我查清真相 四处求人 却被她妈往沈录下视频 举报行贿 公司破产 爸爸入狱接受调查 而我也被追债的人刮花了脸 凌辱至死 我隐约记得临死前 那人在我耳畔说 就因为你多管闲事 没让我妈卖了林浅浅 害老子媳妇跟别人跑了 贱人 你活该 她 是林浅浅的哥哥 从学校食堂走出来后 我的手机就没停止过震动 我挂掉了林浅浅打来的无数个电话 又收到了她发来的信息 沈初怡 你为什么停掉我的卡 你明明看到我在请同学们吃饭了 你这样做是故意给我难堪吗 沈初怡 那张卡是我给你补习的工资卡 那是我该得的 你凭什么给我停掉 我要去法院告你 沈初怡 你赶紧把卡还我 全校同学都等着我买单呢 你发什么疯 我没有搭理 五分钟后 宋怀景抱着昏迷的林浅浅 从背后撞到了我 她刘海微乱 额头上挂着薄汗 看到我眼中是毫不掩饰的厌恶 沈初怡 你家小姐都晕倒了 你还在这散步 赶紧去接点热水跟过来 说吧 她不等我回答 抱着林浅浅往学校医务室冲去 是啊 从高一遇见林浅浅开始 她就跟我同吃同住 同一辆劳斯莱斯接送 各大品牌给我送来的衣服 只要她喜欢 我也从未说过一个不字 加上我一贯低调 不少同学们问过林浅浅我的身份 在她含糊其词的表达下 我便被坐实了保姆女儿的身份 甚至有人会因为 我对待林浅浅的态度 不够谦卑而讨厌我 指责我忘恩负义 特别是宋怀景 她说高一跟我表白 是她看走了眼 那是她这辈子做过最后悔 最恶心的是那天 就因为有人在她表白的时候 告诉了她我是林浅浅家保姆的女儿 那一瞬间 她就仿佛是吃了苍蝇一般 气到脸绿 甚至在众人的奚落中 恼羞成怒 动手打我 只不过 我从小练习散打防身 罢了 而后 她重新去追林浅浅 每当他们二人在一起的时候 总会有人说我 辣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过 却因他们 遭到了无数恶意 我没有因此陷入自证 却被他们当作心虚 真是可笑 一下午 我耳畔充斥着同学们 各式各样的议论声 也不知道浅浅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回教室呢 就是啊 今天中午正要结账 她就昏倒了 害得大家各自买单 我把后半个月的生活费都用光了 她要是再不回来 我今晚该挨饿了 你别这样说 林浅花请大家吃了两年的饭 什么时候赖过账 你可别跟沈初一学 忘恩负义 莫名被Q 原本埋着头刷题的我 看向了说出这话的李朵 她是林浅浅的头号舔狗 偶尔能捡到两件 林浅浅淘汰下来的旧衣服 比如 现在她身上穿的那件过季香腊 见我目光不善 李朵冲着我一指气使地指着我 说你呢 小保姆 赶紧去医务室看看 你家小姐到底怎么样了 要真是病了 打电话喊你妈过来一起照顾啊 真在人家家里白吃白喝吗 真不要脸 我放下了手中的笔 林浅浅说我是她的保姆 我没有 李朵翻了个白眼 还没来得及说话 教室门口被宋怀警搀扶着的林浅浅 急着开口解释了 初一 我怎么可能会跟大家说 你是我的保姆呢 她惨白着一张脸 满脸手受伤地咬着下嘴唇 大有我不相信她就要哭出来的架势 宋怀警气地将虚弱的林浅浅 交给一旁的李朵 便冲过来一脚踹翻了我的客桌 审出疑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浅浅顾及你的面子 从来不跟同学们说你是她家保姆的事 你倒好 蹬鼻子上脸 想给大家演一出刁奴妻主 真是欠揍 看着散落一地的书本 还有我刚刚写好的试卷 被宋怀警踩在脚下 留下几个大大的脚印 我气得发抖 宋怀警 给我捡起来擦干净 而林浅浅见状 也吓了一跳 怀警 就算你再担心我 也不能这样对初疑呀 她是我们的同学 你这样是不对的 紧接着 她转过头看着我 初疑 你也别怪怀警 她也是关心则乱 还好你也没有受伤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我保证她下次不会了 她话音刚落 宋怀警不顾一地狼藉 朝着我冷哼一声 就想离开 我一脚踹上她的后背 不捡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将宋怀警打得鼻青脸肿 直到班主任赶来 将我分开 因为教室有监控证明了 是她先动手 所以尽管她一身皮外伤 最后的惩罚 也只是我跟她 都写一份检讨罢了 应付完老师之后 已经到了放学的时间 我背着书包 往校门外走去 宋怀警也一拳一拐地 跟在我身后 老斯莱斯 已经在校门口等了很久 周围全是围观的同学 一开始 没有人知道 这车是我家的 奈何林浅浅 每次上学放学 总喜欢绕车走上两圈 而现在 明明38度的天 车内开着冷静 林浅浅翩翩翩摇下了车窗 生怕别人看不见她 见我来 她称怪道 初遗 你以后一定要团结同学呀 沈叔叔不是一贯 教你做人要低调吗 答应我以后 再也不能这样 仗势欺人了好吗 通过后视镜 我看到了司机身以为然 地点了点头 果然 只要我不在 林浅浅就是会抓住 一切机会编排我 我看着她虚情假意的模样 冷冷道 下车 林浅浅一愣 尴尬地扯出一抹假笑 出一出疑 你说什么 我微微一笑 我说 让你下车 林浅浅不死心地问 今天你想坐我这边吗 那我让你 我摇摇头 不 我是要你滚下我的车 从今往后 你也别住我家里 一瞬间 林浅浅小脸惨白 我的声音并不大 周围围观地听不清楚 还在七嘴八舌地讨论 一个保姆的女儿 竟然赶上千金小姐等 真是好大的架子 还不是仗着浅浅善良 不会真把她怎么样 这时 宋怀景也顶着个熊猫眼 一拳一拐地赶到了 沈初怡 在欺负浅浅 我跟你拼命 看着她抱走的模样 我不禁感叹 真是一条中拳 可惜 她舔的这位 偏偏是她最看不上的保姆女儿 再揍她 就要进医院了 不想把事情闹大 所以 我没再搭理她 对上林浅浅哀求的眼神 我毫不留情 我让你下车 你没听到吗 林浅浅猛地锁上了车门 急得双眼通红 毕竟 只要我坐上车子 掘尘而去 她苦心编造两年的千金梦 就会在请客间坍塌 沈初怡 你究竟想怎么样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难堪 是真的当我好欺负吗 难道就因为我妈是保姆 就可以任你欺凌 可别忘了 我还是你的家教老师 不愿再跟她多话 我看向驾驶座的孙司机 孙叔 麻烦你开下车门 帮我把她拉下来 孙叔看了一眼 后座上哭得直抽抽的林浅浅 为难地道 小姐得饶人处且饶人 林小姐她 已经够可怜了 我震惊于林浅浅的洗脑技术 竟然连我家司机 都已经被她荼毒 下一秒 林浅浅突然崩溃哭好 孙叔 求您了 摆车开走好吗 我受不了 沈初怡她是要逼我去死啊 呜呜 开车呀 孙叔 我给您跪下了 求您赶快开车好吗 我万万没有想到 拿我家工资的孙叔 在林浅浅的一声声哭求下 咬着牙一脚油门 驾驶着我家的车 喷了我一嘴尾气 哈哈 身后传出一阵爆笑 以送怀警为首的同学们 纷纷捂着肚子 笑得直不起腰 我们浅浅终于想通了 这样自以为是的贱人 何必给她留什么面子 就让她腿着回去 不好吗 哈哈 别输去那么远 我看今晚沈初怡要露宿街头咯 哈哈 痛快 她就是活该 顶着众人的奚落 我拨通了一个号码 十分钟后 孙叔一个急杀 将车子停在我面前 毫不客气地将林浅浅扔下了车 再冲着我身身拘了一躬 对不起小姐 请您上车 一路上 孙叔红着脸 不停地跟我道歉 小姐 我就是一时猪油蒙了心 请您看在 我在沈家工作了这么多年的份上 不要断掉我儿子 在国外留学的费用好吗 一年好几十万 我负担不起的呀 是啊 我们家对她这样好 她为什么还要帮着林浅浅欺负我 我想不通 也不愿再想 毕竟死过一次了 担心她做出什么偏激的事情 一路上 我没有多说一个字 直到她将车子 稳稳停在别墅大门口 不等她来开车门 我下了车静止 往屋内走去 孙叔 去找李管家 把工资结了走人吧 孙司机谗媚的笑容将在脸上 一瞬间恼羞成怒 小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就因为我看不下去 你欺负林小姐 稍微帮了她一下 你就不顾这些年 我为你们沈家做的贡献 要赶我走 就凭你一个黄毛丫头 凭什么跟我说这话 哼 果然 这就是她的真面目 不走的话 那把你儿子这两年的学费还我 别想赖账 但天你找我爸要钱的时候 可是主动写的借条 虽然爸爸表示 那钱不用你还 但是借条还在 如果你想撕破脸皮 就尽管闹好了 孙司机一瞬间 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大气都不敢出 这时 王沈不知死活地 从别墅内冲了出来 老孙 你说 谁欺负我女儿 她双手插腰 俨然一副泼妇的做派 建门口只有我和孙司机 她瞬间懂了 那个欺负她女儿的人 就是我 可她脸上依旧没有丝毫拘疑 反而冲到了我面前 一副要吃人的表情 对着我破口大骂 小姐 不是我说你 我女儿好歹也算你半个老师 这两年在她的帮助下 你成绩也提高了不少吧 沈总哪次回来不夸你 这不都是我女儿的功劳 现在 你是什么意思 想要过河拆桥 欺负我女儿 还要开除 见义勇为的老孙 有些人 真是不配为人 我再一次感叹 上一世 自己怎么就那么同情心泛滥 收留了这么一窝蛇虫鼠蚁 对上王沈刻薄的脸 我冷冷一笑 我不仅要开除吊孙司机 你也得走 就今天 就现在 下一秒 王沈躺在地上一边滚一边哭 没天理了 谁来给我评评理啊 这两年 林浅浅住在我家的客房里 日常生活都跟我是同样的水平 似乎所有人都因为我的善意 默默地把她当成我沈家的二小姐 就连王沈 平常在家里其他佣人面前 也显得高人一等 什么脏活累活 总是只使别人去干 现在见她落魄 众人当然是选择看戏 王沈发现没有人替她说话 站起身来一把揪住了孙司机的衣领 你平常不是最疼浅浅了吗 你还夸浅浅成绩好 说她比沈初怡 更像是这家的小姐 亏得浅浅平时还喊你一声孙叔 现在看我们娘俩被她欺负 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 你说话呀 你来给我们评评力 孙叔刚因为林浅浅 失去了一份高薪又轻松的工作 儿子的学费还没有着落 一瞬间 王沈就成了她的出气筒 只见她一把扯开了王沈 拽住她的手 呸 保姆生的孩子不就是小保姆 还做什么天鹅梦呢 要不是沾上你们娘俩 我至于落到这个下场吗 看到你就恶心 滚 王沈 惊得张大了嘴巴 猛地一跺脚 冲上去跟孙司机扭打在一起 看老娘不撕烂你的嘴 我报了警 林浅浅打车回来的时候 正巧看到 遍体鳞伤的孙司机和王沈 被警察带走 她恨恨地弯了我一眼 哭着追过去喊妈妈 却被出租车司机一把拉回 同学 你还没结账呢 林浅浅急地指着我跟出租车司机说 找她要钱 我立马转身进了别墅 锁好了门 十分钟后 身无分文的林浅浅 交不出打车钱 被司机报警带走了 我让人将林浅浅跟她妈的东西 打包送去了派出所 当然不包括我送她们那些昂贵的首饰和衣物 龙共就装了一小垃圾袋 想着她们母女二人在派出所里团聚 我不禁咧了咧嘴角 很快还会变得更有趣 第二天一早 我刚走进教室 就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 然后神神秘秘地关上了门 紧接着 同学们将我和林浅浅团团围住 她坐着 我站着 所有人都急恶如仇般地看着我 俨然一副要审判我的模样 不知林浅浅是不是昨晚一夜没睡 两个眼圈黑青 像是被人打过 加上这样严肃的表情 显得有些滑稽 我没忍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林浅浅见状 猛地一拍桌子 痛心挤手地道 沈初怡 把我的钱还给我 那是同学们这个月的生活费 你怎么敢这样做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浅浅 你还跟她废话做什么 我们直接报警好了 那么大一笔钱 沈初怡居然也敢偷 她这辈子算是完了 自作孽不可活 浅浅你别心软 别放过她 赶快报警吧 我还等着钱吃饭呢 听到这里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 昨天林浅浅没钱付同学们的饭钱 于是撒谎说是我偷了这笔钱 同学们义愤填膺地喊着 要报警 林浅浅显然比我更慌 她攥紧了拳头 初怡 我们同学一场 你非要闹得这么难看吗 我也不想毁了你的名声 把钱交出来 事情就到此为止 沈叔叔那么忙 那么辛苦 你也不想害他 因为这些事情操心吧 我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报警吧 挺好的 沈初怡 你真是不识好歹 我这就报警 李朵气鼓鼓地掏出手机 大有要让我身败名裂的气势 下一秒 就被林浅浅一把夺过手机 砸到了地上 李朵你添什么乱 我都说了 大家都是同学 只要让沈初怡把钱交出来就好 别闹大 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 可那是我攒了一年零花钱 买的新手机 李朵看着地上摔碎的手机 急得跺脚 眼泪狂飙 委屈巴巴地问林浅浅 呜呜 浅浅 我手机坏了 怎么办 林浅浅叹了口气 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沈初怡 你满意了吗 别再让更多人 因为你受到伤害了 赶紧把钱赔给林朵 我惊得挑了挑眉 林浅浅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大家都看到 是你摔碎的手机 为什么要我来赔 林浅浅抹了一把眼泪 初怡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都是为了你呀 我抢手机 不也是害怕朵报了警 你被警察抓走吗 你怎么能泼我脏水呢 我算是明白了 不论再跟他扯多久 这件事永远都说不清 所以我帮他报警了 这一次 不管他怎么哭好 都没有用 警察来得很快 林浅浅惨白着小脸 呆呆地坐在那 不论警察怎么问话 他都一言不发 同学们急得不行 宋怀警站到了林浅浅身后 浅浅你就是太善良了 别再担心会伤害到 沈初怡的名声 他偷走你二十万 他就该去坐牢 这样的老鼠屎 留在班里也是会伤害到别人的 你就当是为民除害了好吗 快告诉警察吧 警察一听二十万 当即就黑了脸 要把我和林浅浅带回派出所询问 我倒是无所谓 林浅浅直接哇了一声哭了出来 没有 他没拿我的钱 说完就跑开了 同学们都惊得张大了嘴巴 我拿出了手机里亲属卡的使用记录 证明了林浅浅这两年来 装逼花掉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的 警官问我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 我说因为她是我家保姆的女儿 我看她可怜 宋怀警傻眼了 警察走后 他第一时间冲到我身边 沈初怡 你一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把柄在浅浅手里 所以才会给他那么多钱 对吗 我会查清事情的真相 你给我等着 看着他去追林浅浅的背影 我忍不住骂了一句神经 我本以为所有乌龙都会到此结束 没想到放学后 李朵拿着一本厚厚的账单 找到了我 这些是那天 在食堂 零钱钱打算用你的卡 请我们吃饭花掉的钱 因为你结绑了亲属卡 同学们只好各自垫付了 现在你把钱转给我们吧 我接过账单 发现最后还有一笔李朵摔坏的手机钱 5888块 放下账单 我抬头看着一脸理智气壮的李朵 我长得就那么像大冤种吗 李朵见我不愿把钱给他 顿时如临大敌 将桌上的账单再次往我面前推了一把 你就是不如钱钱 你这个黑心单的奸商 钱钱有钱的时候 就愿意请大家吃饭 怎么钱到了你这里 你就那么自私 看着他这副丑恶嘴脸 我想起自己上一世被污蔑高考作弊后 爸爸又被陷害入狱 各大媒体争先报道 我的身份曝光 所有同学都知道了 林浅浅那三年 请他们吃饭的 都是刷了我的钱 可他们对我依旧没有半点感恩之心 反而夸赞林浅浅做得好 就好像她是劫富济贫的侠女一样 既然我没有说话 李朵急得跺脚 沈初怡 你就说 这钱你给不给 不给 好 你给我等着 这一等就是三天 李朵还是没有找对付我的办法 没办法再从我手中把钱拿走 反而伙同同学想要孤立我 他们看向我的眼神中满是憎恨 我这才明白什么叫生米恩懂米仇 三天后 我将林浅浅告上了法庭 她家教的工资 每月五千 但第一年 她每月刷够十万 第二年每月二十万 我不跟她计较的时候 这什么都不算 但我想计较了 所以她需要归还我三百多万 她在法庭上尽情表演 哀求 哭喊 咆哮 再昏死过去 可没有用 我胜诉了 这笔巨额债务 被分摊到每一个被她慷慨 资助过的同学身上 一时间 学校里怨声载道 再没有一个人给她好脸色 纷纷指责她 骇人不浅 没钱装什么扩 我上哪去弄七八万 还给沈初怡 你们听说了吗 有的人不用还钱 没有跟着李朵 孤立沈初怡的 几乎都不用还 那我现在去跟沈初怡做朋友 还来得及吗 当然来不及了 不用还钱的 都是我去食堂调查过 每每零钱钱请客 点餐都不到四十块的同学 而那些在食堂 一顿能吃两三百的同学 非得一分不少的 把钱都不可 李朵为首的一行人找到我 对着我示好 求我看待同学一场的份上 别让他们还钱 背剧后 他像个市井扑妇一样 带着同学们撒泼打混 企图蒙混过去 直到法院的判决书 送到了他们每个人家里 他们的父母 担心自己的儿女 会因此影响到前途 大多赔了钱 不过这些人第二天来上课 或多或少 身上都带了点伤 我看了看到账的记录 还有一个宋怀景 没有还钱 走到他课桌前 我还没来得及讲话 宋怀景做做的 撩了一把刘海 我等你很久了 从高一我就喜欢你 可你隐瞒身份 害我被同学们奚落 你知道自己做错了吗 不过没关系 我不怪你 我抬手打断了他的申请演绎 你欠了二十五万 给算利息 是的 因为他把零钱钱哄得好 所以拿到的钱最多 自从那天 零钱遣保姆女儿身份曝光之后 我再没见过他 毕竟死过一次 我对危险的感知 总是特别明显 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高三这年 我选择了在家 每科都找来 顶尖的家教讲课 高考那天 我更是找来十个保镖护送 哎呦 整场考试我都发挥得很好 坐在回家的车 我估摸着 这次能考上比上一世 还要好得多的学校 不出意外的话 就要出意外了 忽然一个急杀 车子被一辆逆行的面包车直直撞上 我一阵天旋地转后 我昏死过去 再次醒来是在医院 爸爸也从国外赶了回来 他看着我老泪纵横 出意呀 是爸爸没有照顾好你 还找了那辆黑心的司机给你 把你害成这样 爸爸已经终止了在国外的生意 以后就好好陪在你身边 看着他懊悔的模样 我惊觉他上一世 在我被诬陷高考作弊后 也是这般暂停了工作 一心帮我查清真相 这才被有心人钻了空子 弄得家破人亡 我立马跟他确认 爸爸 您说是孙思基故意撞的我 对 他儿子早就在国外沾上了赌博 只是之前一直有我们的资助 所以没被察觉 钱被断掉之后 他还不起债 被人家剁了手 孙思基将这笔债算在了你头上 不过你放心 他已经被关进监狱了 你不会再有危险了 我陷入了沉思 那可不见得 毕竟林浅浅跟他妈 已经销声匿迹整整一年了 高考成绩公布那天 我已是状元的成绩 考上了清北 与此同时 一个名为 状元审出一不为人知的 肮脏事的直播间爆火 人数一度突破千万 林浅浅跟他妈 一个哭诉我在学校霸凌欺辱他 害他没书可读 一个怒指 我在家里让他当牛做马 一个人干十个人的活 两人生情并茂 引得直播间众人同情不已 立马有人出来带节奏 如此道德败坏的一个人 怎么配上清华 大家骂起来 别让这种黑心的奸商 过上好日子 一时间 网络上对我和我爸的谩骂 铺天盖地 那些被我要回欠款的同学和家长 骂得更是难听 一个接一个的屎盆子 被扣到我跟我爸头上 公司旗下的商品 也遭到了用户的抵制 这时 我收到了林浅浅 发来示威的信息 沈初怡 你从我这偷走的好日子 该还给我了 我没有理会她的挑衅 甚至截屏成为了证据 自我一年前重生回来 就开始制作的PPT 这一个终于派上了用场 上面不仅完整记录了 林浅浅从我这刷走的每一笔钱 还有她明里暗里告诉同学们 我是她的保姆 一边花着我的钱收买人心 一边让人厌恶孤立我 还有她妈王芳 仗着我跟林浅浅关系好 家务活几乎从来不做 整整十小时的监控 可以看到她就坐在我家沙发上看电视 抠脚 饿了就去冰箱里找吃的 什么龙虾燕窝 吃起来根本不嘴软 就连一开始在直播间带节奏的人 也被证实是我那些贪得无厌的同学们 因为有人请客 所以在物美价廉的学校食堂 一顿饭吃好几百 他们口中可怜贫困被我欺凌的自己 其实都是自作孽罢了 网络风向转变 林浅浅很快就被封好 因为直播间的爆火 人们几乎都记住了她和她妈的脸 所以不论他们走到哪里 都像是过街老鼠一般 人人喊打 特别是在网络上跟她沆瀣一气的同学 也因为品行不端 没有好的学校录取 而彻底恨上了她 林浅浅重判亲离 无路可走 又像高一那年一般 跪在了我家门口 这时的她 面黄肌瘦 头发散乱 穿着一身破旧又灰暗的衣服 再不像当初不可一世的模样 初遗 我错了 你能不能救救我 我妈要把我卖给村里的老瞎子 我会被打死的 而这次 我也没在同情心泛滥 直觉活该 甩开了她的手 我冷冷丢下一句 关我屁事 她的出现让我想起 自己还漏掉了一个人 她的哥哥玲珑 我立马找来侦探调查玲珑的近况 发现她跟上一是一般 是催债公司的打手 再查下去 发现她在老家欠下了巨额赌债 是到这里来赌债的 于是我立马让人将她的消息告诉她的债主 恶人还需恶人魔 后来 听说玲珑被人打断了双腿 躺在家里无法动弹 只能王芳贴身照顾 一家人都没了收入 林浅浅很快便被王芳卖给了老瞎子 天天挨打 怀孕后还要不断做家务 甚至是去种地 身体虚得厉害 难产而死 老瞎子痛失气儿 上门找王芳退彩礼 王芳拿不出钱 跟瞎子打在一起 玲珑只能躺在床上干着急 薄草